7月15号 圈内公认的居家好男人黄磊 以一身捷径的白大褂造型 亮相了新飞五重雏君 冰箱的上市发布会 外加代言续约一事 虽然黄小厨已经贵为人妇 但现场的迷妹迷地 可不是一般的多 全程温柔脸的黄老师 在现场除了正式续约 为新飞代言外 还与粉丝们进行了 有爱的小互动 这个黄老师应该看见 其实在两个大部分 对我答的写的 之后 情长排得满满当当的黄老师 也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当谈起 他之前参加的黄小厨 集市活动时 神算子黄也颇有感触 黄果TV的网友大家好 我是黄磊 因为其实现在市集 还是一个挺受青年人 这个欢迎的一个地面活动的方式吧 可以让更多的人交流 因为他的厨艺在业界一直备手称菜 所以不知道圈内的众多好友 有没有尝过黄老师做的美食呢 圈内可能比较熟悉 来吃我做我的饭 最多的人就是何炯 那炯炯因为跟我认识很多年 我们一直是多年的 在舞台剧上的搭档 所以他在我吃的比较多一点 而最近总和鲜肉宝宝合作的黄老师 对于小绵羊张艺兴 刘浩然也是满闷的夸赞 很可爱 那个因为浩然我们在上一个 何老师岛的那个枝子花开 他有客串 我们就认识了 我很喜欢这个年轻人 非常棒 那艺兴就更不用讲 因为我们非常熟了 我们在一起两年 开了两季的极限挑战了 我就把艺兴当成像我自己的弟弟一样 但是他呢叫我师父 那我也把他当成像我徒弟一样 不过鉴于徒弟绵羊性这一集 突然变成了小狐狸 不知道作为师父的神算子 又是怎么评价长沙小骄傲的呢 不断地长大 经历肯定是越来越成熟 但是一心还保持着他那个 单纯可爱的那一面 我觉得他是 让人觉得很珍贵的一个年轻人 而对于感情好的爆棚的男人帮们 私底下到底谁最爱自拍这件事 本老也是实力好奇 多拍 多拍 红雷拍得多 看王老师那标准的嫌弃脸 本老感觉燕王正在提刀赶来的路上 芒果老新闻 所以像黄教授这种 又温柔又会做饭 还有抹风趣的帅叔叔 先给各位迷地迷妹来打好吗 报道